大家好 我是愛原神 今天繼續給大家帶來攻略 弱點突破全試用 崩鐵戰役狂潮活動攻略 4月16日已更新 全試用滿獎勵鋪滿效應 生死邊緣獨尊一葵弱點突襲一傷串流無盡行動 今天是戰役狂潮活動第四天 叫做弱點擊破 然後選擇的話我們上邊選擇一個弱點忽視 下方選擇一個窮扣翼追 這是我們掛機用的 如果不掛機的話 你可以把上方的換成另外一個 角色的話選擇前四位角色不要帶銀狼 你要打自動就不用帶銀狼 我們直接開始挑戰 今天需要講一下打自動是有一些難度的 我這裡到了最後掛機也是壓線過 然後如果有自己的好角色可以去替換一下 會更好一些 就好像不要推薦手動 這裡說一下手動打法 手動的話你就把機子換成銀狼 剛才一樣 第一個BUFF選擇另外一個 然後去打的話我們需要注意 把左右兩邊任一個小怪的盾破了之後 中央的BOSS它的弱點就會暴露 暴露出來之後我們就一直追著中間的BOSS去打 這就是手動的一個思路 手動的話機子就沒有那麼大作用了 使用銀狼去打中間的BOSS會更好一些 更推薦手動 手動是百分之百肯定是一遍做了 然後手動 好不想過的話可以使用自動掛機 多掛幾次肯定能過 而有被風吹落的那一句 入魔幂座 自動的話我們就選擇這項BUFF 這個BUFF就是左右兩邊 其他的怪盾破了 他也給全體所有的怪造成一次傷害 還可以過的 我們直接退出 凝取一下今天的簡歷 我們明天再見